近几年 中国海军开始进入装备高峰 不仅成规模装备了世界最先进的055驱逐舰 还开始规模建造075大型两栖攻击舰 航母的技术水平也突飞猛进 中国通过改造繁星掌握苏联瓦良格号航母的建造技术 由于苏联航母技术建造了山东号航母 首艘国产航母不但实现了国产航母的空白 还充分验证了模块化建造技术 模块化建造技术保障下 把万吨级重型航母仅用4年就基本上可以完成整个川体的建造 随后下水西装 估计西装大约需要20个月 2024年至2025年就可服役 这艘巨舰的战斗力和美国航母有多大差距呢 中国海军的航母起步和美国海军一模一样 美国海军是从1920年将木星 号运煤船改造为蓝利号航母起步 中国是1998年花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 购买了完工70%左右的瓦良格号航母 2012年瓦良格号航母被拖至大连造船厂 在此之前 中国还获得了300多吨图纸资料 然后上舰摸透了布局 结构 校验了图纸的准确性 补充了散失的资料 建立了数字化技术档案 改造过程中安装上052C驱逐舰上的346型相控阵 雷达和054护卫舰上的382型三座标对空搜索雷达 安装了瓦良格号上尾安装了船舵 金房武器及电子设备 苏联航母主要是加强反潜 连名字都叫重型反潜巡洋舰 中国的改装开始脱离苏联航空母舰的影子 向着美国航空母舰注重的舰载机攻击模式前进 2011年改装完成开始试航 2012年加入海军 命名为辽宁舰 改装完辽宁舰之后 中国传播工业部门掌握了航母的全部建造技术 传播工业本来想直接上马建造大甲板航空母舰 但中国海军认为弹射技术技术难度大 如果直接上马大甲板航空母舰建造周期太长 海军仅有的一艘航空母舰部组 应对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风险 于是提出利用瓦良格号航母 现有图纸建造首艘国产航母 以尽快形成战斗力 首艘国产航母2013年11月开工 2017年4月26日下水 2019年12月加入海军 命名为山东舰 山东号航母整体布局和瓦良格号差别并不大 不过缩短了舰岛长度 扩大了5%飞行甲板面积 左线舰尾增设了两台弹药升降机 依靠辽宁舰摸索出的一整套航母训练流程 山东舰在交付入列后 5个月就可以携带实际实弹出海训练 大大缩短战斗力形成过程 使中国海军真正同时拥有了双航母作战力量 在山东舰离开码头进行首次海事 5个月后的2018年10月 第二艘国产航母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的 第二条航空母舰生产线上开工建造 江南长青岛造船厂新建设的建造平台上 三个航母分短清晰可见 为了建造8万吨级重型航母 江南厂做了10年以上的基础设施的建造 工人的培训等准备工作 所以整个航母建造计划技术进步极快 要不是弹射技术的变化 也许直接绕过了山东舰的建造了 2018年6月20日 中船中工官方微博发布了 8万吨级重型航母的图片 舰桥雷达和电子系统大致上 与055型驱逐舰基本相同 完全是中国自己设计的 8万吨级重型航母式 类似美国小英号航母那样的 传售甲板设计 甲板设计也十分类似 连斜甲板的划线都很接近 但斜甲板更长 不同的是小英号式蒸汽弹射器 8万吨级重型航母式电子弹射系统 标志着中国海军将成为 世界第二航母大国 第二艘国产航母满载排水量 将达到7.8万吨 与美国满载排水量 8.1万吨的小英级航母相当 小英号长325.8米 最大宽度86米 标准排水量62,000吨 飞行甲板面积是16,592平方米 极库面积6,500平方米 第二艘国产航母的 飞行甲板面积 比辽宁号增加23% 大致于小英号接近 舰岛将与辽宁号类似 上面安装和055型驱逐舰 一样的综合集成为单核 346X引进入式 有缘相控阵雷达 国产弹射器是最重要的部件 中国一直在辽宁新城黄的 存飞行基地测试 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 最终电磁弹射器取得 重大进展而中选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 使用的C13型弹射器效率 只有6%左右 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60% 而且没有活塞及配套的 管道等机械运动部件 可减少30%的操作和维修人员 维护和全售期费用 也减少20% 由于减少弹射时的疲劳载荷 飞机使用寿命增加31% 第二艘国产航母 有可能采用电磁弹组装置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上的MK7型 依然缓冲时 弹组装置使用寿命只有8个月 每次过载弹组后都要进行检查 故障率高 维护复杂 最大勾索速度只有66.88米每秒 最大吸能量只有64.4兆焦 电磁弹组装置是一种采用简易 成熟的吸能水利涡轮替代液液钢 和一个大型感应电机联合使用 最大勾索速度达87米每秒 最大吸能量只有95兆焦 相比山东舰的液压缓冲式 拦阻装置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电磁弹射器和电磁拦阻装置 都需要大量的电力 辽宁舰和山东舰都使用蒸汽动力装置 这套系统照搬了 八窟号载机巡洋舰的动力模式 有两套改良的TB124型蒸汽轮机 四台KB24型锅炉组组成 配有六台T21500型沃轮发电机 与四台RP1500型柴油发电机 发电功率22.5兆 可提供稳定的400伏电压 50赫兹频率三向交流电源 这点电力并不能满足 第二艘国产航母的用电量 第二艘国产航母预计采用 氢化大学燃气轮机研究中心 上海电器和东方电器联合设计生产的 CGT60F燃气轮机 或者20110重型燃气轮机 输出功率为170至230兆瓦 比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160兆瓦还要高 而且燃气轮机的重量只有600吨 远远低于辽宁舰蒸汽动力系统的2000吨 所需维护舰员也大幅降低四分之一 唯一不如尼米兹级航母的燃料和弹药搭载量 虽然排水量同尼米兹级航母仅差10% 但航空燃料和弹药搭载量不足尼米兹级航母三分之二 核动力的尼米兹级航母可搭载 1万吨航空燃料和3000吨弹药 不需要搭载舰用燃料 常规动力的第二艘国产航母要至少搭载7800吨舰用燃料 航空燃料只能搭载5800吨 但要只能搭载2000吨 持续作战能力上更依赖后勤搏击舰支 现在辽宁舰和山东舰都使用歼15战斗机作为主力战机 歼15战斗机是参考乌克兰购买的苏3-13的原型机 加上歼11B战斗机火控雷达与基载武器研制的 中国第一种舰载战斗机 作为第三代双发重型舰载战斗机 综合作战能力与FA-18EF舰载战斗机不相上下 但面对F-35等第四代战斗机起控战生存能力则不容乐观 中国正在研制的歼35原型机将成为未来航母的弹射起飞舰载机 歼35原型机已经具备了隐形能力 生产星将换装磨闪时期发动机 可能具有超声速巡航能 足以可匹第F-35C战斗机 歼35战斗机记忆折叠后宽度只有9米 辽宁舰和山东舰如果使用歼35战斗机可以增加40%的载机量 同时西岸飞机公司建造的空警600舰在固定一预警机也在试飞中 未来还会携带隐形无人轰炸机 航母是一起飞架次计算作战效率的 众所周知 苏联华越起飞航空母舰存在一些明显的先天不足 导致作战能力不如美式大甲版航母 如辽宁舰满载排水量只有67500吨 飞行甲板面积只有14700平方米 山东号大到16000平方米 几乎面积仅4000平方米 甲板上依然是11个347.82平方米的标准停机位 其中舰桥侧面5个 后升降机平台后4个 斜脚甲板外侧2个 作战状态下最多停17架 一次最多可起飞13架 因为华越起飞设施占了飞行甲板35%的面积 甲板面积相同是停机量只有美国航母的40% 舰载机总数不过40架 其中歼15战斗机只有24架 而且舰手滑越起飞部分无法法停放舰载机 而尼米兹机航母排水量达10万吨 飞行甲板达21000多平方米 舰载机总数达85架 尼米兹机航母飞行甲板长320至330米 飞行甲板有27个停机位 作战状态下最多停51架 4台升降机每小时可把27架飞机运上甲板 1分钟内可以同时起飞4架飞机 装有4部蒸汽弹射器 舰手2座蒸汽弹射器6分钟就可以腾空斜叫甲板 12小时内可连续起飞8个波次 每天能出动140至160架次 其中15%执行特种任务 12%执行空中掩护任务 70%执行攻击任务 福特级航母采用电磁弹射器 每天至少出动270架次 而尼米兹5战斗机在挂载武器和附油箱的情况下 不能使用1号2号起飞 只能使用195米的3号起飞为起飞 一次只能起飞一架 每个波次可起飞4架舰载机 要起飞20架战斗机至少要7个波作业 起飞中在战斗机则要进行20波作业 而且3号起飞为起飞时 2号起飞为不能准备起飞 2号起飞为不起飞 3号为飞机也无法起飞 所以辽宁舰12小时最多能出动40到55架次 不过航母的出动量除了受飞行甲板 停机区和一次回收飞机数量的限制 还受到拦阻所和弹射器性能的限制 美国航母上的四部蒸汽弹射器 也不是能不间断运行的 每弹射500次要减修1到2天 每弹射2500次要翻杠减修3至6轴 每弹射6000次虚反场拆下来修理半年 每天弹射次数不超过70次 每台弹射器放飞一架 同样重量的飞机间隔是30到45秒 弹射不同重量的飞机间隔是1分钟 两部弹射器同时放飞还要增加10到15秒 平均弹射一架飞机耗时1分钟到1分15秒 如果放飞20架飞机就需要25分钟 停机区没有飞机时 白天可以每40秒阻拦回收一架飞机 夜间每1分20秒阻拦回收一架飞机 每三架还要再增加2分钟 白天回收20架飞机要13到26分钟 夜间则要25到35分钟 尼米兹级航母最大的一波次 可出动42至46架 作业持续时间达4小时 也可以采用2小时为一个波次 每波次出动156架 第二艘国产航母预计搭载 4架歼15电子战机 4架空颈600舰在固定一预警机 6架至20舰在直升机 20架歼15战斗机 22至24架歼35战斗机 右舰是25米的舰导 舰导后停机区长67米 宽30米 可以交错横向停放式架歼15战斗机 舰导前停机区长143米 可停放式一架歼15战斗机 左线是宽25米 长235米降落跑道 舰尾降落点雨后停机区有5米宽空间 与中心线有三度夹角 居舰尾70米处是两个起飞位 左边居左线边缘3米 起飞位宽9米 两个起飞位间隔9米 两条起飞线汇聚舰末端终点 总长215米 居舰尾30米处设置第三个起飞位 前升降机聚舰尾160米 后升降机聚舰尾42米 升降机尺寸是20米 X宽是6米 可并排运送两架歼15战斗机 可停放24架飞机的机库 有两个长92米 宽30米的小机库组成 通常状态下甲板可不列22架飞机 最多可在前停机区停机11架 后停机区停机5架 带飞区停机6架 带飞点停机2架 最大出动波子出动时 起飞点2架飞机 左线带飞区6架 占用42米宽甲板 右线后停机区5架 占用18米宽甲板 右线前停机区11架 共24架歼15战斗机 放飞时右线15架战斗机 只需调动1架飞机之后甲板 14架无需异位 前升降机再从机库调运2架只有闲 后甲板有8架在带飞区完成带飞 整个调运只需移动10架飞机 然后两个起飞点间隔10秒钟的时间 以1分钟1架的速度放飞 2分10秒就可放飞出4架 4分10秒内放飞出8架 6分10秒内就可以放飞12架 此时右线带机区12架 以4架一组由前置后始向后甲板 在空框处掉头至起飞点 滑行耗时30秒 起飞耗时130秒 7分20秒12架就可以放飞完毕 整个放飞作业共耗时13分30秒 反看你你自己航母放飞24架要30分钟 如果以多波次出动 每波次13架 两个波次可全部放飞24架 放飞方式和最大出动波次一样 带飞不裂也完全相同 放飞后甲板13架后 前甲板9架和从升降机升上甲板的4架 进行10分钟不裂 20分钟整备 30分钟后就可以开始放飞作业 1小时之内完成起飞 逐渐 调运 整备循环作业 每日就出动10个波次 这样每日可出动54架次 歼15战斗机 9架次预警机 712架次歼35战斗机 每天能出动135架次 由此可见第二艘国产航母放飞效率 完全可以压制每天最大出动120架次的 尼米兹级航母 大大高于山东号的50架次 也高于法国戴高乐号航母的75架次 和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108架次 第二艘国产航母机库 与甲板飞机轮换一次只需用升降机 往返8次 每次7分钟 1小时之内即可完成一轮轮换 轮换效率高于尼米兹级航母 2小时轮换一轮 由上可见 第二艘国产航母一出手就是 现代航母的各种翘楚 当今为伊科比的就是美国那艘故障重重 下水快8年还没法服役的福特号航母 按照中国的航母发展规律 第二艘国产航母下水之时 第三艘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也应该准备的差不多可以开工了 新一代国产航母的电磁弹射 拦阻系统 雷达设备 现在机会在第二艘国产航母上得到检验 预计第三艘国产航母系统和设备 还会进一步优化 采用核动力和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可能陪激光武器和电磁炮代替舰有 红旗十方空导弹与1130件防炮 这样中国在航母技术上就彻底压倒了美国 这只用了短短十年 美国从兰力耗算起到 尼米次级航母真正用了六十多年 真不敢想象再过十年 还会有什么突飞猛进没有